回來第二節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8月13日 今天呢 好像是農曆 7月的 13日 明天才14日 是嗎 後日是15日 中元節 那麼要什麼呢 梁振英不是快要死忌嗎 只是生忌 明天是14日 後日是15日 不是生忌 她還沒死 這節呢 剛才講漏了 關於林鄭 留意一下這邊 晚上有沒有陰風塵陣 你害死了六條人命 還有幾個人在醫院那裏 如果他們死了 你要揹這些血債 人們說林鄭要畫眼 要畫一隻眼 不夠 一隻眼 你就打算 填六條命啊 你怎麼填呢 你不能填的 難道叫你死六次 喂 我有一個方法 我沒得還 我沒得還 交六個人出來 最少啦 李家超 最和平的方法就是 火童 張建宗 李家超 盧偉聰 鄧炳強 新的劉業成 找多一條黑警過來一齊 你們自己搭飛機過海牙 機場現在封著 不用了 我也說了 他們在高鐵上面綁在車頭 用高鐵來拘捏 再不是 應該就仿效 戚夫人 將他製成人治 四肢截肢 然後 督瞞雙眼 用水銀灌弄 對耳 那麼恐怖 然後 將他拼到豬欄 又或者 另外一個武則天 將他放入花瓶 十大酷刑 擺在一個程度 做人治 只有頭 然後就用鹽水捲著他 如果不是很難解香港市民的癌 這些 天鋒的淡啦 大家都說了恐怖的東西 很恐怖嗎 還未 我也是覺得鬼找他會比較恐怖 鬼啊 7月嘛 因為剛才提到眼的問題 我就想起鬼泰郎的老爸 是一隻眼來的 還有他挖傘也有隻眼 挖傘也只是用來把傘放上去 那些油紙傘 今天 機場方面 也繼續有示威者進駐 昨天原來有幾十位議士 通宵留守 就是要向他們致敬 其實機場本身也有很多旅客 要通宵去睡 等飛機嘛 很多年前有這套電影 湯漢斯做的 叫機場客運站 就是說一個人 當時很多國家都不願意接受他 他的 故事應該是說車神 他忽然間正變 亡國 所以他忽然間 他的護照也用不了 因為國家滅亡了 所以就滅亡了 所以就滅亡了 有好心的人 當時有些好心的市民 拿一些食物給他 幫他洗衣服 好像是 住了三個月 在機場上住了三個月 我沒有看 我只是當時有一點印象 我都有看 我都有看 那你講一下吧 今天 就有大批的示威者 再回到機場 昨晚我們節目分析到 這個機場 是真真正正的 這個特需政府的死穴 因為 沒有一個 政權 膽敢在一個國際機場 鎮壓的 尤其是 你們仍然是和平示威 很多都說沒有戴口罩的 甚至乎是沒有什麼裝備 就是普通坐在那裏 這個和平的示威坐在那裏 你難道進去大開殺戒嗎 普通市民 去參觀機場 其實你一向 香港政府也鼓勵的 一向你也鼓勵大動消費 你經常叫人去參觀你的新機場 其實當年很多人不是坐飛機都去新機場 是真的 旁邊是博覽館嘛 你經常叫人去嘛 你怕那裏沒有人去嘛 因為現在 很多人去了 你們又不高興了 那麼難服事 你們到底想怎樣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跟那些扮示威者放火 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叫人做什麼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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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怎樣 其實機場也沒有譴責 譴責了 今天有建制派在這裏說了 已經有40個聯署就說那些人不要再堵塞機場了 怎麼堵塞機場 你知不知道每逢 過年 也有大量的 大量的懷疑 你們口中的示威者和暴徒 堵塞機場 令到那條隊的癱瘓 排很久也排不到的 你有沒有譴責他們呀 你問民建聯 為甚麼經常那麼喜歡搞聯署呢 你們沒有人呢 民建聯 這次 你們都很慘了 區議會也不用選了 你們都輸夠硬了 這個黨真的是很神奇的 是專門負責搞聯署的 是呀 沒有甚麼要做嘛 他們不是搞蛇齋斗 你們經常煽動警察犯法 是呀 是呀 你們呀 鑑梳呀 我喜歡說煽動論嘛 你還不是煽動警察犯法 出post 說Yeah 打得好呀 打得好呀 煽動呀 煽動謀殺呀 那下你知不知道委內瑞拉呢 有個男子十幾歲的被人射爆了眼 被警察射爆了眼 那個警察是被人告謀殺的 這個呀 這次尖沙咀警察射出來的那個肯定是被告謀殺 總之你沒有人認 尖沙咀警察全家警察都是謀殺 都是同謀 還有篤灰的嫌疑 現在警察說不是去射的 是懷疑被鋼豬打中的 警察的最新荒誕講法 為甚麼你們都說是警察做的 你是不是篤灰呀 這是他們的前主席那個什麼名字 貌似忠良那個 譚耀宗 譚耀宗 為甚麼你去判警察 你是不是贊成他們 做暴力行為 支持他 我不肯定的 總之他一口咬定是警察做的 我相信他這次 我覺得這次 這個譚耀宗應該是 沒有看錯的 好啦 今天的機場 萬人空巷 機管局就好像在5點多的時候 宣佈了所有飛機停航 好像是 好像是 我們四點多看的時候 還不是 但後來就好像是 然後 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小插曲 事源 還有一位粗粵 粵nu broadly 一個年青的男子 這種深深的 其實一聽就聽到是甚麼地方話的 總之是說廣東話啦 一定是有些 後果自負 後果自負 是不是解放軍來的 然後呢 衝擊示威者 然後示威者就發覺 非常之不友善來搞事的 就將他擒窩 因為現場有很多人嘛 為甚麼新手那麼差呢 學學飛虎隊嘛 你怎麼來滲透呢 怎麼那麼失敗呢 雖然我們一直在罵這個大陸 我們一直都擔心他的人員 那些質素 不用擔心啦 一定不好的啦 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我們聽到我們節目節目 我們說了六七年 六七八沒有那麼多 五年 說了五年 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 是沒有參與過現代戰爭的 你不要看那些戰狼 好像很厲害的戰狼2 好像吳京 所向無敵 他們最厲害的一場 勝仗是甚麼呢 是1989年30年前 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用機關槍掃射 這是他們最大的勝仗來的啦 因為對上一次打越南的戰狼 是慘禍的 死了那麼多人才得過禍 甚麼都沒有 他們沒有打過勝仗的 那麼多年來 還是越南戰鬥力太高 是 因為越南人在死前 因為越南打越戰很強勁 很強勁啊 當時死了很多解放軍 所以就有血厭的風采 就是說在越南死了太多人 很嚴重的 我們關心懷疑是 公安還是武警還是解放軍 戰鬥力十分薄弱的一個 戰鬥力很薄弱的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軍隊 生琴啊 等於跟戰死沒有分別的 你是不是應該有咬 三嶺 衣嶺有毒藥 一咬就有毒藥 然後口吐出來就死了 如果特務片是這樣的 我們看民國那些 他被人生琴之後 是繼續發訊息 叫人去廁所撒尿 是嗎 還可以給他發訊息 打赤他呢 原來在琴幕撒尿之後 在手機上 有些群組被退屈 被退屈之前的Message 說不知一起去 2號客運大樓 去廁所 這樣很明顯 他們這個 犯罪團夥 是不止一個人的 是有一班人的 一班人 也估計是身份類似 公安 因為後來 他們把身份證 拿出來搜尋 搜尋到他是福田區的公安 他是附警來的 被人生琴 證件也被人搜尋 你執行任務 你帶著一些 真身份 我不知道他 因為他有張招商銀行的 這個人員很魯莽 不是魯莽 是戰鬥力弱一點 我覺得這個不是滲透 這個是在抹黑 中國的人員 是不是就是抹黑呢 還是是示威者假扮的 抹黑大陸 還是他是一個 事實及事實之全部 另外一個更神奇 另外一個是白衣男子 一個白衣男子 發現身上有一對雙截棍 雙截棍 拿著雙截棍然後被人包圍 今天真是和平 很明顯是 假裝勇武的分子 假裝勇武應該不會帶雙截棍 雙截棍對抗前市的蓄龍 人家一枝棍有兩枝 作素一點 還是他其實是想向這些 示威者施行 這個 酷刑 怎樣用雙截棍 打人嘛 問題就是他為什麼那麼容易被人制服的呢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雙截棍是一點都不好用的武器 是李小龍掃得好看而已 是好看不好用的東西 不如用星魂鎖鏈算吧 雙截棍最大的問題是很容易發抖自己 是最糟糕的 因為李小龍掃得好看 人們以為是好用 挑撞的武器 例如 鎖鏈是很容易發抖自己 是很容易發抖自己 是很容易發抖自己 一點都不好用 所以雙截棍已經是沒有人用的了 劉剛華好用一點 劉剛華的戰鬥力很強 劉剛華的戰鬥力最強 其實很多時候 年輕人未必每個人都舉得起來 要把劉剛華的戰鬥力都扔到敵方 當然啦 如果把劉剛華的戰鬥力扔到敵方 都仍然有殺傷力 真劉剛華也是有殺傷力 如果你在三樓扔他 扔到一個防暴隊 也很有殺傷力 保證呢 起碼會摘傷幾個防暴警 當然防暴警對他會做些甚麼 當然大家不知道 我想說一下 上面派一些 低端人口下來 究竟是想做甚麼呢 想意圖搞亂示威者 讓你們 被人營造 塑造 你們很暴力 搞事 然後 有藉口抹黑你們 他們 知道不可以在這裏動武 只能夠抹黑你們 是不是 所以我就不明白他這個行動 他也是想怎樣 搞事 但是你又派一些 容易被人擒獲的人 然後還要拿著自己的證件 被人可以 瞬間起底 這個呢 我告訴你 絕對是關乎共產黨的政策 因為深圳 他們是不相信廣東人嘛 他們說全部把外省 每一個省都值得很多人去深圳 變成深圳的人不懂廣東話 最近香港的地方竟然不懂廣東話 而且是九成九人口不懂廣東話 全部都說普通話 即是全部是騷頭 那麼你呢 請公安九成都是騷頭來的嘛 請不到一個本地人做公安 所以 即使滲透 也要搞到 那些騷頭說廣東話 你知道啦 老闆 老闆 那你就輸了啦 最要命的就是這件事 你又派一些 說廣東話完全是說不正的人 來搞 你做其他事情 沒問題啊 你做滲透啊 你一個連說廣東話也說不定的 你怎麼做滲透啊 所以這個行動一定會失敗的 一定會失敗啦 還會被人擒獲 我想問一下 你代雙截棍做甚麼呢 因為 現場消息很亂 有兩種消息 一種消息就是他走掉了 就圍下了那個證件 一張身份證 一張通行證 一張招商銀行卡 一張中銀卡 四張卡 但是又有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他沒有走掉 被人用索帶紮起了 可能用雙截棍綁起他 等他說I'm sorry 等他說對不起 市民行使拘捕權 我們將這個行使 要legalize 回去說這些 不能被人抹黑 不能被人抹黑 有些含家牆 我認為如果是市民 其實就可以沒有人行使一次拘捕權 即是沒有人過去 在雙截棍上抹一下 如果現場每人行使一次 這樣他就都 很慘了 希望 在場的人就保持克制 別打死他 當然不會啦 歐和平的 每人側他一櫃 側他一櫃 一個多鐘就好了 我們一向都主張是自衛的 極行使自衛權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雖遠必誅 我們一定是 說一些熱愛和平的說話 這次 這個行動呢 分析一下這件事 說了那麼久 為甚麼要搞到去找公安 機場 首先警察已經是兩天都不知道為甚麼 很乖的 沒出動到 沒有出動到 黃了 黃了嗎 黃了嗎 香港是防暴隊的 為甚麼不能來呢 防暴隊不能來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不能來 沒錯 他不是不想來 為甚麼不能來呢 是不是兒媽道呀 是不是月經呀 不是 罷工 也不是 更加不是 是因為 這些人是不方便在那裏出現的嘛 你會嚇倒別人的嘛 因為今天美國網友Louis 已經說了 在美國的那些機場 很小的那些扶仔機場 都已經 寫到明了 香港機場 香港機場 很多大量航班取消 那些 400磅都是肥腦十萬的嘛 原因就是 警察開箱打爆人家的眼睛嘛 警察是法西斯政權嘛 香港已經有法西斯政權 控制了嘛 警察暴動 警察暴動 NASI 這些是納粹 你們是納粹來嘛 法西斯嘛 所以 全世界都知道的 連那些徒仔都知道的 其實你們現在是 策出國際 已經不是策字那麼簡單 向全世界輸出你們那種 無恥 全宇宙都知道你們無恥 日本有國波啦 連何君堯也在日本見報啦 何君堯市 寫著刊子 然後就有些白衣人在旁邊 黑社會 日本怎麼形容黑社會 黑社會 黑社團 不用說了 何君堯呢 我們遲些再說 這集就不說了 這次搞到要派這些 應該稱呼他們 公安啦 輔助公安 附警 正規軍 不方便做事 找人做dirty job 其實一個啟示 整規軍沒有人 那個啟示就是現在沒有你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們現在快起參觀機場嘛 很明顯是投鼠忌器啦 你就放催淚彈咯 我們每個人都吃魂了啦 我們不排除他真的會放出去彈 因為我不知道他有多瘋狂 納粹犯罪集團嗎 林鄭月娥犯罪集團 不知道是盧偉聰還是鄧炳強 總之對歸納落他的犯罪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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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李家超是個混蛋 警方提了你 你要行動自身風險 人家是做醫護的呀 李家超有沒有子女的呀 你應該是兩個子女的呀 你應該是兩個子女的呀 其實坦白說 李家超說話比林鄭月娥還涼薄 還有 鄧炳強 反而我覺得鄧炳強 感覺上 好像沒有那麼多人討厭 我居然覺得他沒有那麼多人討厭 證明那兩個人是幾糟糕 糟糕到甚麼地步 糟糕到覺得盧偉聰 鄧炳強也是好人 你不死呀 李家超你這個人呀 你應該是 做人質呀 做展覽品呀 讓你的子女 照顧你百年歸老 詛咒你已經是很輕騎的 是吧 說回機場 機場已經印證了兩天 雖然我不敢排除他們 最後會不會放催淚彈去瘋 但是說真的 如果他們放催淚彈 坦白說 其實也是示威者贏 因為是你摧毀香港國際機場 由你摧毀就對了 最好你就在和平靜坐的這群人裏面放出去打 最好你就狂噴胡椒噴霧 見人就打 你放心一定是出街的 全世界正在看 保證5分鐘 保證全世界的所有機場都會 遮住香港 還有這些危險 還有香港已經是 由納粹接管的了 保證 起碼有50億人看到5分鐘以來 大陸的14億不算 扣起的14億 還有50多億人看到 不過大家要小心 他會不停有這些 公安、公安附警、之餘此類 加上一大堆飛虎隊 飛虎隊不知為何真的有空 香港那些 香港沒有罪案而已 警察說九成可以炒得有 那麼沒有罪案 沒有罪案就不用那麼多警察 你查一下自己人吧 大部分的罪案 大部分的罪案就是你們這個所謂休班警犯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下 拜拜